最大的病还是痰瘀 教你两味药 化痰又化瘀 让你无病一身轻 世界上最大的病就是痰和瘀 中医认为如果一个人体既有痰食又有瘀血 那就容易出现痰瘀互结的情况 还可以说是百病的来源 因为痰瘀会阻碍气血经验的运行 影响五脏得到气血的滋养 同时堵住经脉血管运行 这时各种小毛病就出来了 比如头晕失眠身上时不时刺痛 四肢乏力等等 并且他们缠在一起后还会形成更多的痰瘀 以至于最终发展成包块囊肿结结之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舌胎滑湿厚密 好像刚喝完牛奶或者是舌面颜色发汗 上面有瘀斑瘀点舌下青筋也粗子的时候 就意味着体内存在弹湿 或者瘀血的情况了 这时最好及时调理疏通 清除弹瘀 那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参考两位中药煮水喝 帮忙调理 分别是尘皮和三七 尘皮是可以理气化痰的 如果觉得自己体内有弹湿 老是头昏昏沉沉 试睡 四肢困重 头面爱发油的 可以在茶杯里放些尘皮帮助化痰 并且尘皮最擅长的就是化脾胃和肺里面的痰 想有时候感冒过后 咳痰一致不见好的 就可以用尘皮泡水喝 慢慢的把痰化掉 那如果是觉得自己体内有瘀血 身上总是时不时刺痛 像针扎一样 嘴唇眼圈颜色发暗的 可以放些三七帮助活血化瘀 另外炒过的三七 还有补血养血的功效 总之这两味药作为日常的养护条理是不错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痰瘀很严重 并且体内存在肝瘀 或者是阳气虚的情况 那想要有效化痰瘀 还需要肩带疏肝补阳 因为肝气瘀制和阳虚 都是痰瘀生成的源头 所以如果源头出现了问题 我们不去解决 那单纯去化痰瘀是没什么意义的 因此建议大家 最好搞清楚自身情况 对症条理 那才会有好的疗效 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限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